不過在那邊講個題外話好了 也是最近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有一天騎著野狼啊 然後就 要騎去火車站那邊 然後就遇到一台改管的T1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的野狼應該跑得贏T1吧 就開始油門一轉 念頭一轉 油門一轉 開始製造空氣汙染 拉高轉速 有沒有發現 T1也開始在追我 然後他完全追不到我 他轉速已經拉八九千轉 我轉速才六千而已 然後他完全 追不到我啊 我心裡想說 嗯有差那麼多嗎 雖然我這台有改到一百六十幾CC 可是你那台原廠就150CC了 經過我多方面的校正與思考的時候 我想到一個 應該是的解答 就是他可能是改管 然後沒有改電腦 所以他才跑不贏我 要把他理論上噴射的 要跑贏的話 有的 應該是有點難 理論上T1應該跑得贏野狼 至少不會落後 他那個完全被我甩在後面 那個就不太正常 因為我跟獵豹150跑過 就是可能還是跑得贏他 可是就是 不會到什麼 可以把他拋在後面 然後 不可能海放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CC 不可能海放一百五CC的車啊 然後他已經完全被海放了 所以就代表他應該是因為噴射電腦又改排氣管 在車在幹嘛 他可能是噴射電腦又改排氣管有沒有 所以他才的動力才會這麼遜 然後就完全跑步螢幕 這應該才是他跑步螢幕的主要原因啊 反正就是拉轉製造空氣污染嘛對不對 我剛剛遇到一個怪人耶 真的怪人耶 因為我們現在的時間大概是晚上九點二十五吧 快三十分左右 啊剛剛那個怪人就 剛剛那個怪人就說什麼 啊晚上啊不要講話講那麼大聲什麼的 我就乾現在才九點二十五呢 九點二十五是不能講話講很大聲喔 而且我也是普通音量在講話而已吧 就頂多旁邊的人聽得到而已嘛 好吧那這是小插曲好不好 小插曲 那這真的要拜拜了